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引力大的 也有引力小的 天文学在众多学科中算比较冷门的了 那么 关于一些天文知识或者常识 你都知道多少呢 今天我们就用比较短的时间随便说几个 一 太阳的颜色 太阳真正的颜色是白色 而不是我们天天看到或印象中的金黄色 因为太阳发出的光线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可见光中波长比较短的光 不是被大气吸收 就是被散射掉了 只剩下黄光和部分红光 所以在我们眼中的太阳 只能是黄色或者像夕阳那样红彤彤的 你要是离开地球大气层 在太空中看太阳的话 你就会发现太阳真正的颜色是白色 二 太阳系中表面温度最高的行星 不是离太阳最近的水星 而是金星 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 但是水星表面温度在白天可以达到427摄氏度 而金星由于有着浓密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大气 导致强烈的温室效应 使其表面最高温度可达500多摄氏度 就算在金星的夜晚也有400多摄氏度 使得金星表面平均温度达到400摄氏度以上 顺便说一下 水星因为其夜间温度可降至零下183摄氏度 使得水星是太阳系中表面温差最大的行星 表面昼夜温差高达600摄氏度 尽管接受着太阳的制考 2014年美国航天局派往水星的探测器 信使号却发现北极地区一个陨石坑附近有冰的存在 3.度日如年的行星 金星 没错 还是金星 金星的公转周期是224.7个地球日 而自转周期则是243个地球日 也就是说金星的一天要比一年长18个地球日 在那里可是名副其实的度日如年啊 由于原因还没有定论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金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逆向自转的大行星 自转方向是自东向西 就是说在金星上看太阳是西升东落的 4.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要比你想象的大 足以放得下剩下的那7颗大行星 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38.4万千米 这点距离在天文学的尺度上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距离 但是就是在这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距离中 足以塞下太阳系中其他的7大行星 这足以表现出我们这个宇宙是多么的空旷 5.照射在你身上的阳光 很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之前就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 光从太阳的表面到地球上只需8分多钟 但光子从太阳内部产生到达太阳的表面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等离子体团 太阳中心产生的光子在向外行进时 要与太阳内部无数的原子电子等带电粒子相互作用 不断被吸收释放再吸收再释放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来到太阳表面 才能独立的以光速传播 平均算下来太阳内部的光子大约需要百万年的时间才能来到太阳表面 也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阳光 很可能是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产生的古老阳光 6.天王星 躺着绕地球公转 我们知道地球自转有一个倾角 与太阳黄道平面垂直角约成23度左右 但天王星的自转轴 倾斜的角度高达98度 可以说是躺在轨道平面上运行的 就是说 天王星的运行好像是在打着滚行走 这使它的昼夜现象和季节变化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行星 那么 天王星为啥一直在躺着走呢 其原因还是个未解之谜 不过 天文学家普遍认为 它如今的运行姿态 很可能是早期一个较大的星体撞击形成的 就是说 原先天王星公转的姿态和其他行星差别不大 后来由于受到一个大质量天体的撞击 导致其状态大大改变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运行方式 7.太阳系最有存在感的行星 木星 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 大到可以充当我们的挡箭牌 大到可以装下太阳系内其余所有的行星 体积是地球的1316倍 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它也是太阳系中质量最大的行星 质量是太阳系内所有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 木星的质量再大13倍 就会变成黑矮星 再大75倍 就会成为一颗真正的恒星 最关键的是 没有木星可能就没有我们 木星用强大的引力 吸引了很多像太阳系内部飞来的陨石 并把它们一一碾碎 如果没有木星的庇护 地球可能早就被陨石撞得千疮百孔了 木星也是太阳系所有行星中拥有小地最多的 其卫星数量79颗 而其中最大的卫星木尾三直径还要大于水星 水星要哭晕在厕所了 质量又为水星的一半 是太阳系中已知的唯一拥有磁圈的卫星 8. 已知体积最大的恒星 盾牌座UY 它的个头可以装下45亿个太阳 或者2亿亿个地球 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心 那么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 太阳 水星 金星 木星 火星 以及小行星带等 都将只能在它肚子里运行 八大行星中有五大行星会被它吞噬 即便以光速围绕这颗恒星跑一圈 也需要耗费9个多小时 是不是非常震撼呢 9. 星系合并并非罕见现象 科学家发现银河系时时刻刻 都在吞并其他矮星系 只是它们相对于银河系来说太小 对银河系的影响有限 根据此前的一项新研究 银河系自数十亿年前形成以来 一直与12个星系发生碰撞 在过去的120亿年里 银河系已经与12个大星系 和三个较小的星系合并在一起 事实上银河系正在与一个矮星系合并 这颗不幸的矮星系是人马座 是被发现环绕银河系的九个星系之一 在接下来的一亿年里 人马座将会静止穿过银河系 那时来自碰撞的强力引力将会把它撕裂 还有就是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大约在30多亿年之后 银河系会和不远的仙女座星系 也就是M31合并 到时候不知道地球还会不会存在呢 10.光年是天文大尺度距离单位 并非时间单位 鉴于光速在真空中 不受惯性系和参考系限制 而恒定不变的性质 人类把光速作为衡量距离的精准工具 还有一种含义 因为光年包含年这个词 而年通常是时间的单位 即便如此 光年还是测量距离单位 现在精确的测量光速为 2199792458米每秒 就是每秒钟约30万公里 一光年就是光运行一年的距离 科学界把这个光年定义为如略年 为365.25天 这样一光年的准确距离为 9460730472580800米 约等于9.46万亿千米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其实说的这些基本都是一些常识 关于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还有很多 但兴趣得一点一点培养 知识也得一点一点积累 多知道一些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你说呢 如果说你也知道哪些天文常识或者小趣闻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